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回归的理论模型 我们把整个资料放到mini type 跑出一个估测 回归估测线出来 是这样的结果出来 所以 B0 这是B0 这是B1 这是B2 所以B0是Beta0的估测量 14是它的估测量 14是它的估测量 是吧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 首先你看我们的 如果是A模型的时候 A是什么 E0 所以期望值应该是Beta0加上Beta1 再加上0 如果是B模型的话呢 是Beta0 再加上Beta2 好 01 如果是C方法的话呢 两个都是0 X1 X2都是0 这个结果 当时属于A厂 A厂的期望值 A厂的期望值不就是μA吗 B厂的时候 它的Y 也就是它的生产量 这期望值 不就是μB吗 这是μC吗 μ就是它期望值 用A这个方法 说产量 这平均值 就是μA μB μC 因此 μA等于μB等于μC 这个 要做μA等于μB等于μC 事实上就在相当于说 这三个要相等 那这三个相等的意思就是什么 那这三个相等的意思就是什么 μ0加μ1 要等于μ0加 Beta0加Beta1要等于Beta0加Beta2 要等于Beta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Beta0可以消掉 这就得到Beta1等于Beta2 两个两看好了 这两看是看出Beta1等于Beta2 然后再来Beta0加Beta1 等于Beta0 所以Beta1要等于0 然后Beta0 要Beta2 也要等于Beta0 这两个相等 所以得到Beta2等于0 这两个相等得到Beta1等于0 这两个相等Beta1等于Beta2 所以这个是Beta2等于0 所以这三个东西啊 就说明了 把这三个 汇集起来 事实上就讲这个 Beta1等于Beta2等于0 这样懂了吗 人家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要检验 μA等于μB等于μ7 事实上你在检验 这个时候的Beta1等于Beta2 而且等于0 大概都等于0 那这样的结果说明了说你原来想要证明的是实验设计里头的三个μ相等 但是你把这样的实验设计的题目换成为多重回归以后呢 你原先要去检验的三个μ相等的这个假设呢 就是相当于你在这个多重回归模型里头的Beta1 有没有等于Beta2 有没有等于0 三个有 两个有没有相等 共同等于0 那事实上呢 这两个都共同等于0的这个H0 事实上要进行的检验是什么 是做F检定 那个时候的F是什么 MSR 最MS1 整个回归模型头要检验它的model的正确 model的显著性的时候 是做F检定 那F检定是MSR除于MS1 这个在这个14章的时候15章都有讲过 所以直接同学要看的是785页底下那个报表里头的F的 值是不是9.18 右手边那个PValue是0.004 是吧 所以0.004呢 这当然是比0.05还得了小的 所以这就确定是可以拒绝的 拒绝谁啊 拒绝H0 实的H0是对模型去进行显著性检定 也就是检验了Beta1等于Beta2等于0 去检验这个 这里翻过来最上面 786上面这边的解释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这部分的说明 当A的时候呢 Y has多少 A的时候是1 0 是52加10等于62 当B的时候Y has多少 52加14是66 当你是C场的时候呢 你的结果是52 62 66 62 66 52 完全符合了你从实际数据所算出来的结果 你一样从回归这个估测线上面 你分别带X1 X2 等于1或0 0或1 0或0的时候呢 你一样可以得到呢 这个Y的固测量 Y就是产量 所以平均产量 仍然回归到原来62 66 52 所以62 66 52 一样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在秀给我们说呢 你多重回归还有这样的用处 你可以把呢 这个所讲的这些这个实验设计的方法 也可以换成为多重回归的架构 多重回归的模型来看它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可以这样来检验它 大家看714页 34题 这个34题的A小题啊 它帮你跑出回归估测线出来 它要问你 你的期望值是等于多少 当你是Drive-Up Window的时候 Drive-Up Window是X1 X3等于1 那么前面X1 X2呢 这个也应该有数字 可是呢 但是没有给你X1 X2等于多少 所以这个题目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A小题啊 我们回应一下A小题不要管它 现在23啊 24 25这三道题目啊 我这简单说明一下 因为这边 我们课本的比较没有讲这部分的东西 我做一下补充 第23题啊 第23题呢 这是一个Completed Granted My Design 有三个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 1 Manufacturer 2 Manufacturer 1 Manufacturer 2 Manufacturer 3 那它这边有四笔资料 一样四笔资料 所以你如果三个东西 你要找几个Category Variable 要找两个Category Variable 对不对 好 然后你要把它的Y放进来 所以同学你看这个Y啊 现在练一下 M1的四笔资料告诉我一下多少 20 26 24 22 再来M2 28 26 3 1 2 7 再来M3 20 23 22 同学你看这边啊 拆开成这个样子 你看 三组人马 这第一组人马啊 你把它放在边 然后第一组人马第一组 你只能用这两个质变数来表现 它是属于第一组的 所以显然呢 你这边如果设1 所以第一组啊 你可以设它是10 第二组是01 第三组就是0000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界定X1是什么 X3是10 如果是M1 非M1是0 X2是M2 非M2的话是0 所以M3就是什么 M3就是00 这样一射来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交给M1Type 就可以回答问题 那么24题也一样 24题你就四个东西你怎么射 射三个 对不对 然后最后结果是10 是100 010 010 然后00 001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000 然后一共 20笔资料同步放进去 这两个东西都是属于complete random design的东西 我们来看25题啊 倒是稍微说明一下 25题是 这个不是complete randomize design 这是什么 叫什么 complete randomize design的下一个是什么 randomize block 对不对 是randomize block design complete randomize design呢 就是只有 中轴上有意义 所以你是 中的 你有 K个treatment 你只要分别treatment就好了 不要去管水平的 你反正水平的东西 你可以有4比 你可以5比 6比 我们从来没有限制说 每一个treatment里头的 这些样本数要一样 我们当初设它是N1 N2 N3 并没有强制规定每一个都要相等 你可以有自由的空间 你可以 不同的treatment有不同样的N 对不对 所以才N1N2一直到NK 所以你只要去分别treatment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去分别你的水平 你需要多少个 不需要 但是由于block的出现 由于你要固定实验者 你要让实验者都是同样的 你要让每一种treatment 都拥有同样的block 拥有同样的实验者 所以现在你设定两个相同的实验者 每一个实验者都去使用三个方法 都去用三种treatment 这样一来的话 你除了原有的三个treatment要去分别之外 你还有一个东西必须要分别 block要分别 所以这边还要多设一个block 两个block的话正好设一个自变数 设一个category variable正好可以分别 所以你看 这边如果设三个 这两个自变数来分别它的话 你x1设什么 compact 所以这一个是管什么 是管block 这两个是管什么 管treatment ok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的数据怎么呈现呢 你就有x1 x2 x3 还有个y 来看 首先第一个 首先第一个 你是50 50的时候 x1是多少 50是这一块 对不对 这一块是什么 10 然后呢 x3 block 第一个block 第一个block 42 42是多少 10 block 是 第二个block 第三个 55 55是什么 01 然后是第一个block 44 第二个block 63 63是 00 第一个block 46 00 第二个block 六笔资料 经过这样的设置 可以表现出这六笔资料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回归模型 是 beta0 beta1 x1 beta2 beta3 x3 这是你回归模型 模型是如此 把这笔资料 交给你一台 一样可以帮你跑出 b0 b1 b2 b3 一样可以帮你检验呢 beta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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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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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b2 b2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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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 b2 b3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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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它有沒有影響力的點的話是看它的HI 那如果Outlier的話就看它有沒有超出那個範圍之外 老師 可是它要看HI 它也要看Outlier 那客人是把兩個東西把它Combine成為一個式子去看它 所以你只要有 你只要有Outlier 也就是你的Error大 或者是你的Influential 你的Leverage大 兩個當中有一個大的話 就會讓Cook Distance有可能會超出1 所以它把它兩個東西相乘 你還記不記得它這個式子 你看我們的Cook Distance呢 D是這個 P加1乘上S 是平方 然後Yi-Yi-Hat 這邊應該是平方 然後再來是Hi除以1-Hi的 這個是Error的平方 這是Leverage 我們說它是Unusual observation的話 我們看什麼 看這兩個東西相乘的結果大於1就行 那你想想看 大於1啊 有可能來自兩個不同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有可能是你的Error很大 你的1 Residual很大 即使你的1很大 那你這個地方表現平平 無所謂 結果呢只要大於1就可以了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你這個 這個Residual平平 可是你的Leverage呢 這個Hi大 1-Hi又是讓它變小 對不對 Hi如果變大的話 1-Hi是不是變小 因為Hi不會大於1啊 Hi一定介於0和1之間啊 所以Hi如果大 1-Hi一定小 所以這個分母小分子大 相乘起來這個結果是不是也變大 它不管你是這個情形大 還是這個情形大 它只要管一件事 相乘起來結果大於1 就要開始去好好去檢測它 不管是Outlier 還是Inferential Observation 那我們先前是把兩個東西分開 你記不記得 我們先前說你一看Outlier 只看Error 只看這個Residual 要不然你就看Leverage 我們把它分開來講 水平的坐標上頭跟大家不一樣 是Inferential Observation 純粹看Hi 重軸上頭垂直的坐標上面跟大家不一樣 那是Residual 那是看左邊這個 所以才會產生啊 才會產生說 有一種現象 你的點都在這邊 那有一個點在這裡 這個點到底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Outlier 如果你就原來這種看法分開來看的話 這個點在水平坐標上頭或垂直坐標上頭 是不是都跟大家都不一樣 是不是都是Outlier 又是Leverage 所以水平 垂直 都顯然比大家還大 你看水平 水平 有這個差距 垂直坐標上頭也有這個差距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畫回歸起來來看的話 我們發覺這個點事實上也是一家人 你看到沒有 它本來回歸線把它延伸出去的話 這個點事實上會落在回歸線上不遠的地方 所以它不應該是Inferential 也不應該是Outlier 它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困難的話呢 我們來看 我們就說它就發展出這個東西出來 它說呢 你就只要你把Residual的部分乘上Leverage的部分 相乘起來的結果只要大於1 這個大於1的這個結果啊 有可能是純粹來自於Error 也有可能純粹來自於Leverage 也有可能是什麼 這個也不大 這個也不大 這兩個乘起來的結果呢 變成超大 總之啊 把兩個結果combine起來看 Cook Distance的好處是在這個地方 你把combine來看 combine來看的結果大於1 就行了 就是屬於你應該特別去關照的 Unusual observation 特別關照就是說 就是哪一個點是需要特別關照的點 我們就特別請它過來談一談話 這個也行 我問你啊 你如果發現哪一個點是Outline 你可以把這個點把它拿掉嗎 我問你你可以嗎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 我們班上如果哪一個同學跟大家都不一樣 你就不要來上課了 你不要修了 你不要上課了 你可以這樣做嗎 你一組資料裡頭 任何點都是合法的 那只是其中某一些點跟大家都不一樣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有啊 這種是英雄人物啊 是豪傑啊 豪傑都是跟大家不一樣的 你好比說像那個NBA裡頭的這些球員 以前Michael Jordan你們知道吧 他是非人啊 他是歷史上的人物啊 有他載了球隊啊 就會拿總冠軍 沒有他載了的時候 同樣原班任馬 不管怎麼拚都就是拿不到總冠軍 這樣的人就是豪傑人物啊 就是Outlier 你把他拿掉的話 NBA他會找你算賬 你怎麼可以 那Michael Jordan不打NBA 是吧 票房就減少很多 所以特別關注的意思是 如果要特別好好去研究他 為什麼他會產生Outlier 而且Outlier存在的話 會使得你整個回歸線啊 會產生很大的變動 本來在這邊 做了這個點以後 你整個Shift過來 所以Cook Dixon是說 提供這樣的想法是說 如果你是Residual的部分 或者是Leverage的部分 跟大家不一樣 只要這兩個的結果 會影響到合併起來 超過一 就是屬於Unusual observation 不用再分Outlier不Outlier 就好好去研究 16、15個就剛剛所講的 用Multiple Regression去做 去做實驗設計嘛 就是這樣 你把一個實驗設計的題目 你可以用回歸去幫他跑 可是用回歸幫他跑 你怎麼處理他的數據呢 你一定要設一些Category variable E0 E0這樣的Category variable 去分辨你是哪一個Treatment 哪一個Block 那跑錯的結果 一樣可以幫你 幫你完成 檢定啊 所以像剛剛 785月底下這個報表 它幫你跑錯的結果 F值是9.18 剛剛有沒有看到 16、48那個報表 是不是9.18 9.18的值啊 夠大了吧 至少你看 右手邊的PVari 0.004 那相當小 OK 所以基本上可以推翻H0 此時的H0是什麼 Beta1等於Beta2等於0嘛 你把它推翻掉了 Beta1等於Beta2等於0 不就是我們先前證明到的 Beta1等於Beta2等於0 你就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MuA等於MuMe等MuC啊 所以兩個假設是相同的 你推翻一個 一定是推翻另外一個啊 所以等於說 你可以借多銅回歸的手 去完成啊 實驗設計的 要做的題目 答案是一樣的 好